音乐 音乐具有无比的感染力 往往能触动我们心灵的深处 透过心声的分享 来传递爱与生命的情感 心声传情 你好,Selena 你好,Ricky 我想问你有没有留意足球赛事 例如世界杯或者欧洲国家杯 其实平时就比较少留意 不过这次的欧洲杯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很多宣传 都知道发生这件事 都有些朋友在看 是的,我很多朋友都很留意足球 早前有一首歌是讲足球的 叫做《圣马力乐之心》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真正听过 那或者你介绍一下 好啊,这首歌是Dear Jane的歌 它是讲一队球队的 我们不如听完 我们先讲给大家 听这首歌其实是讲什么 好啊 i know przy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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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难再想 还得挺强 眉头见血当紛争 明明难保 只深吵架这书旧别有仗 但我都想 为那虚无信仗 再负怪仗 仍卖命停落场 我是过乱书的人 仍然伴永久 前去虽陷阳 往后醉酒纷纷 尽做炮灰的颜魂 我觉大概应吸引 明日画到我翻墙 尽力为雅铁光阳 放手不打架 求记得有人 曾追到这魔弦 反省从未成功 仍然场上某足夹 来人 夹复杂到日 重复过程 还强救基因 不会特别扭转 远和明 然而我相信 人的真诚 能用法醉口的悲 我是过乱书的人 仍然伴永久 前去虽陷阳 往后醉酒纷纷 想做炮灰的颜魂 我觉大概应吸引 明日画到我翻墙 尽力为雅铁光阳 放手不打架 求记得有人 曾追到这魔弦 幻石从未成功 仍然场上某足夹 来人 夹复杂到日 我感觉到尽力尽马尾 尽力为雅铁光阳 耳术 哪怕这高贵 你想立论不惯 哪怕这高贵 你想立论不惯 看留下热血 铁道四也梆香 令被宽宣如勇 炮火山 尽力为雅铁光阳 伏运达雅 敏火山 声信尚 最后这他身 人 仍持续斗争 来告之世人 我尚有那激烦 人定性 天天性人 从没定力再吸引 流力命中你的心 要做个更好的人 患徒天发泛 情爱不光纳 人心都不悔岩 其实绝绝求生 才是有长日生虚 无尽的那场立法 这首歌的节奏也挺好气势 很棒 这首歌很好感觉 我听到最有趣的是听到名字 聖马力乐之心 是否讲圣人 是圣人还是什么 其实他是一个国家 亦都是一个圣人 即是这个国家 是在意大利中间 嗯 我没听过这个国家 是一个超级小的一个国家 是世界第五世的一个国家 在意大利中间里面的一个国 即是国中国 他们叫做 嗯哼 很有趣 有多少人 他们有三万一千 三万多 三万多 三万多人 而这个国家最有趣的是 他是一个交通灯都没有 是吗 他是不需要交通灯 但是没有什么交通以外 因为那些人是很礼仰 其实就是周围有很多 你就跟着这个大路 小路让大路 支线就让主线 他们各个就秉承这个理念 他没有什么交通以外 嗯 听起来在那里住也挺好 那这队球队呢 有什么特别呢 这队球队最特别之处就是 因为他们是很少赢球 嗯 他们的目标也都不是赢球 他们的目标就是参与 嗯 还有最重要是守住的龙门 没有被人入球 咦 那不就是十亿个人 坐在那龙门前面 哈哈哈哈 他们进不了球 那些人就叫他做 愚蓝 愚蓝足夠 好像很差 但是他们又很开心的 他们那些人呢 有些是学生 全部都不是说职业球队 这样的 他们全部都因为兴趣去做 那其实 他们过去四年是没有入过一球 但是最近六月 是入了一球球 虽然都是输了 就是四比一 但是已经全国欢迎 很棒 很开心 是 哈哈 那这些业余球员呢 他其实要参与去练球 其实都要是很多工作 或者读书以外的时间去做的 是啊 那他们那些球员 那些 对这个 足球队 他的国家队 这个热成也是很厉害的 是啊 其实都很 很欣赏 很欣赏他们 你做一件事 你踢球一定是比赛的 你比赛 有没有人不想赢的 你一定会想赢的 但是你又知道你的实力不够 你依然是参与 但是他们很有趣 他们说 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去打球 是因为他们想和一些很厉害的球队 比拼他们 已经是觉得很光荣 不是要去赢 真是自在参与 和拿过经验 他们已经很开心 非常之好 其实我自己 我儿子小时候有踢球的 他踢球的时候 因为那些球会 可以这么说 就需要一些家长去 帮忙 帮忙做教练 很多时候 去到最后就说 如果没有教练 我们就没有这队球 其实我自己又不是很懂教练 都是自己玩 那时候 因为他们需要帮忙 所以我也帮忙去看着小孩 其实也做了好几年的所谓的教练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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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连年队球都不同 有时队球 整季都会贏了 这么厉害? 因为他有时 他有时 选球员 他有他们的所谓的体育精神 是 是 就是 赢都要 不可以骄傲 输也要 不要气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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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想 好像说 聖马力乐那一队球 就是 他明知自己 实力 是 一般 但是他仍然去 不戒女 是 令我想起 其实 星神有七种恩典 其中一种就是 光毅 是 光毅这个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 帮我们去继续做一些 我们觉得 对的 事情 嗯 嗯 就算遇到什么困难 都会继续有一个 能耐去做 这件事 其实 这件事 我想 在很多方面 都会应用到 尤其是 现在我们说 球队 或者 我们日常 遇到其他要做的事情 是 这个光毅 都很重要 是 其实他 Dear Jane 介绍这首歌 他说 我们本来都很怕输 只不过是因为 相信 的勇气 支持下去 我们 怕输 但是至少还有一些 仍然 想坚持的东西 我们不是为了 自己相信 去继续勇敢 支持下去 我们 怕失败 但是 只要继续坚持 赢了自己 就是成功 他的题目就是 你不一定要去赢人 你赢人才要赢自己 就是 就是这件事 就是 你不是跟别人斗 而是 你尽了你的力 得到什么 就是 就是 没有什么所谓 已经变了 而看这首歌 黄伟文他说 其实是一首情歌 就是 你屡敗屡散 屡散屡散 你一定会得的 但是 其实我反而看到 信 望爱 我是看到 信得 和 望得 就是 你是相信 而你是抱有希望 你不怕输 你是一定 未必一定可以 但是 起码你已经 令到自己很心安 就是 会自己很舒服 嗯 他那个 MV 你有没有看到 有啊 很有趣 他开始是 有些太阳花 在地上 但是 被一股白色的东西 封住 好像落雪 嗯 好像是 好像是 借了 好像 已经不行了 但是 他们就 不停地灌水 到最后 MV 最后 变成了一棵超级大树 哇 好棒 我想 另外想一想 有另一件事 我想到 就是 团队性 是 譬如 他们也是一班人 扔了一班人 队波也是一班人 我想 在我们生活上 其实 有时候 有很多困难 如果自己去面对 他们会觉得真的很辛苦 嗯 嗯 但是如果 譬如 通常我们出来 譬如 遇到困难 会去 找一些 我们熟悉的人 或者问一下 或者去 分享一下 或者他会 提醒到我们的东西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 在我们信仰的历程里面 其实如果 有很多人在同行 是 我想 就是 那个 差好远 是的 是的 或者我们 尋找天主的路上 有时候 生活上的挫折 会令我们却步 嗯 嗯 如果 有一个团体 可以一起大家分享 和大家成长 真的会 帮助很多 绝对 是的 譬如耶稣派 门徒出去 宣讲 他也说 都是两个两个 他不会一个人 你自己一个人去 是不行的 嗯 嗯 而且 也都是 我觉得信仰 一班人 最重要的是 就是 我听过一个 比喻 就是 一枝竹 就很容易断 一抽 一堆 你拍 你就很难拍断 那就是同一个意思 我觉得 信仰也是我们 所谓需要同行者 我其实想说 有一段歌词 有一句歌词 我觉得很特别 因为我觉得 它跟音 是刚好 它就是 人定性 天天性人 就是 人定性 天天性人 就像广东话 你说出来 它就是那个音 所以我觉得这句很棒 现在背后的意思 你觉得是什么呢 嗯 即是你竖不赢 天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 我会觉得 人可以做完 你所有可以做到的事 但是你是 控制 控制不了 它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因为 因为最后就是 上天 如何安排 嗯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做了你要做的事 那就已经成功了 嗯 有人或是会觉得 我做什么都没有用 天天 想怎样就怎样 但我想 其实我觉得 人始终都是要 付出努力先的 嗯 嗯 嗯 像你说的 就是说 付出了 其实最终的结果 有时都不是在你掌控之中 嗯 但是你不付出 我想 那个结果 或者真的 没有付出 就是没有收获 我想 始终 好像 学一下这对球的精神 就是 他们付出 就只会付出 嗯 就不是说真的要 渴望有什么回报 那我想各位听众呢 都可以 想一想这个 这个 这个点 那希望各位听众呢 都在你生活上面 继续努力 不要怕失败 屡战屡败 屡败 屡败 星马力乐之心 作曲 How are dear jing 池 王伟文 主唱 Dear jing 谁可欠唱 情长 不败不借 鬼 未志气 不会被原谅 仍难再想 还得整强 眉头见血 当分账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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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